這次的韓國其實也串起了 非常多的新秀 對 你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那呀那 那呀那這個團體呢 那呀那這個團體 在我們那個 對 我們節目 也播過他們很多的新聞 因為他們確實是最近 最紅的這個應該算大事團體 對 出道10天就拿下各大節目獎 這就不得了 而且就是我覺得非常的國際 就是紅到國際 紅翻天 他們連剛開始的實境秀 其實就很備受關注 沒錯 但是我覺得 其實韓國團體好像起來得很快 可是下去的也有一點快 就是要看自己的這個命運 其實我覺得人不要走就好 我還在 卡在少女時代 你還在有這個意義 那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 拜託多留下來 舞蹈動作 充滿力道 整齊劃一 他們是南韓超人氣星圓團體 WannaWAN 今年8月才正式出道 已經在亞洲各地 吹起旋風 Wanna1的熱潮也燒到了台灣 10月初來台辦見面會 嗨翻粉絲 當時一看的時候 其實也知道 不知道自己能當多少年的面積生 才能出導 然後現在 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 當時 在Wanna1的11位團員裡頭 賴慣林是唯一一位來自台灣的成員 也是年紀最小的Money 今年才16歲 每位男孩都卯足全力 吸引眾人目光 想當Wanna1的團員 必須參加南韓實境節目 Produce 101的大型選秀 從百人當中脫穎而出 我以為父母都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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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韓文交替 賴慣林在選秀舞台 大秀自創的Rap 驚演全場 卻韓國前 對韓文一竅不通的賴慣林 在短時間內 就達到能上節目錄影的水準 五季更是從落後其他參賽者 集氣直追 展現過人的語言天分和才華 對 愛你當時是站在反邊 不讓我來韓國做 有關藝人的活動 但是我會更努力來證明自己 從練習生 確定成為王拿萬的一員 賴慣林用中含音 三聲道感性發言 獨自在國外打拚的賴慣林 看到爸爸和姐姐驚喜現身 也忍不住流下難而淚 我真的要打拚了嗎 給爸爸一個大大的擁抱 這感人的一幕 也令其他團員紅得也慌 王拿萬短短出道10天 就在音樂節目 Show Champion中奪得冠軍 打敗了少女時代 Exo等前輩 人氣不容小覷 而幾乎同時來台開唱的 女團Apink 最近人氣也是水漲船高 除了奉上六雙臘腿 加碼唱中文歌小幸運 而被粉絲暱稱為男朋友的男祝賀 也是一顆閃亮星星 我是誰的男人 撩妹無極限 男祝賀在台灣的見面會上 大耍甜蜜 又是現唱 又是親手做紫菜飯捲 給幸運粉絲 誠意十足 男祝賀身高高達188公分 由模特兒轉戰戲劇圈的他 今年23歲 在最近幾部電視劇 都成功拿下男一的角色 除了新生代演員 串出頭 11歲的小童星金秀安 表現也相當亮眼 在失速列車和孔流當婦女 又在電影軍艦島 對上青龍獎影帝黃正敏 和宋仲基 每位都超大咖 雖然受訪時是小迷妹 但一切換演戲模式 馬上就有模有樣 在節目上說哭就哭 爆發性的演技 讓人見識到金秀安 驚人的演戲天分 在航劇鬼怪 金索炫飾演夾在哥哥 和心愛男人中間的可憐王妃 1999年出生的金索炫 雖然才18歲 卻已經出道10年了 她是南韓演藝圈當紅的三金之一 另外二金則是金玉珍 金載倫 三人都是童星出身 演技從小扎根 如獲成青 而外貌也從童志的模樣 蛻變成美少女 韓國演藝圈一波新勢力 正在快速崛起